胃病只会用奥美拉座 中医教你对症调 胃痛是寒 胃酸是火 胃胀干预 受到胃病困扰的人啊 可以说是不在少数 难受的厉害了 好多人呢不当回事 难受的厉害了 就吃点奥美拉座 稍微缓解一点就不管了 时间一长就成了老毛病 反反复复就是出不了根 其实中医看病啊 讲究的是辩证论治 一个胃病啊 病因却可能有很多 胃痛啊多寒 胃酸多火 而胃胀多是干预 具体怎么辩证调理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先看啊 胃痛是寒 有的人呢胃不舒服啊 是以疼痛为主啊 疼痛剧烈 有时候感觉疼得转筋啊 用热东西暖一暖 或者是喝点热水啊 能稍微好一点 要是受凉了 就会疼得更加厉害 一看舌头舌质是蛋白的 舌胎是薄白的啊 这种人啊多属于是感受了寒解 调理需要温味散寒 情细止动 可以参考一个凉复丸 再来看胃酸是火 还有的人呢胃病的主要症状是胃酸啊 老感觉烧心泛酸 这种情况多属于是胃火比较旺盛了啊 老是在那烧着 你就感觉胃里不舒服 其说是胃酸分泌过多啊 这种人啊就饿得快 消耗得快 中医的名词叫消骨膳肌 多还有口气难闻啊 牙疼大便肝等情况 这就需要轻胃泄火了 可以参考一个黄莲轻胃丸 最后说胃脏是肝育啊 有的朋友可能不理解 胃病跟肝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稍微了解中医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肝和胃啊联系是非常紧密的 肝属木胃属土啊 不舒的人很容易出现横腻范胃的情况 肝气不行 气机庸致 就会出现胃脏打嗝 吃不下饭啊 连着肋骨下也是脏痛的 这种人啊 调理叫书肝合胃 配参考一个木香顺气丸 好了 那么以上就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但是要提醒大家 我们用的忠诚要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方便大家理解 如果你有需要 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资料下用药